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巨人像就坐落在太平洋附近的复活节岛上 是智利最为著名的旅游景观 我们可以看到巨人像的数量多达800多尊 他们非常整齐地排列在一起 神情严肃像是在接受检阅一般 因此有人推断 这些巨人或许是在守护什么东西 就像兵马俑守护着秦始皇陵一样 这些巨人像都非常高大 虽然没有下半身 但加上帽子的高度 最高的足有23米 重量也高达90吨 经过历史学家的推算 这些巨人像大都是12至16世纪雕刻而成的 然而石像下方的祭坛底座 则是7世纪雕刻完成的 从祭坛底座完成到开始雕刻巨人像 这期间足有400多年的时间处于空白状态 这段空白时间 也成了困扰专家们的一大问题 直到后来有专家挖开了一座巨人像 想看一看它的下面究竟隐藏了什么东西 挖开一看才发现 原来巨人像的身体 还有很大一部分被埋在土里 并且它们的身体还刻有一些花纹符号 如果能够破解这些符号的意思 或许就离揭开巨人像的秘密不远了 对此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介绍 Hein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